两位少年在家中发现了一个上满铁锁的木门 他们认为门后一定藏有大量宝藏 于是哥哥大壮拿了剪刀 强行撬开了所有门锁 然而当他们掀开木门 却发现你们漆黑一片的仿佛身不见地 到了伸手试探 没想到洞里竟然是零下30度的高温 弟弟小帅找了一颗钉子倒进洞中 随着几小时过去 洞里竟然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我的个怪怪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无底洞 两人偏不信邪 他们找了蜡皮小星 给他绑上手电下去一探究竟 可随着手电的灯光消失不见 突然一股力量紧紧拽住了绳子 差点就将小帅拉进洞中 大壮健壮 联盟帮他一起使力 可当他们拉回绳子 却发现绳子上已经空空如也 就在这时 隔壁的小美和旺财一起来强势围观 狗狗好像看到了什么 那么狂犬不止 吓得屁滚尿流 小帅为了给小美证明这个洞穴的奇怪 拿起一个饭桶就扔了下去 果然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又来了鱼竿 把价值上万的罐头放进洞中 结果直到几百米的鱼线放空 他们还是没能触到洞穴底部 为了看清洞穴 大壮把手机绑在绳子上 放了洞中拍摄视频 可当他们观看回放时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东西 就是母亲下班回了家中 结果三人都没有看到 就在他们转身的同时 一双卡三人大眼 正在电视里紧盯了他们 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洞穴里的怪物已经彻底苏醒 感谢观看